不是兄弟们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坏蛋在找圣甲虫准备做坏事 连孩子都不放过 那你一定不会给他的对吧 至少你不会直接送给他对吧 但是这一幕实在是 Where is the scarab I haven't What the shit 这千里送甲虫的套路 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就算你不知道男主不能变身 就算你是来救人的 你都没有任何的理由高举胜甲虫装逼啊 剧情再需要也不带这么送的吧 这才第二集就直接降置真的很可怕 更可怕的还不止这一处 我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跟我们这么可爱的女主有仇啊 总是让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你说你躲得好好的 如果想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大可发出点声响就行了 为什么要直接站出来还点亮自己 让自己成为目标呢 还好对方也是一个智障 在满是弹药的车上连把手枪都没有 就是要慢慢的掉头 请问这也是剧情需要吗 OK我们从头开始说 第五集我看完了 算是开始收尾了 这一集的信息量还可以 毫无疑问结局大概是实地不复活 第三人格复活 孔苏复活 阿米特复活 主角离开冥界 开始打架阿米特死去 深入哈罗起源 如果有的话 解释女主归属 最后埋下伏笔 Moon Knight Will Return Oops 不好意思剧透了 不过这一期视频都是剧透的 各位斟酌一下谢谢 阿总的来说第五集 我觉得还不错 一开始本来想吐槽一下 人物太单薄 现在免了 如果前面几集都是这个信息量就好了 虽然但是剩下这么多内容 最后集真的可以完美收尾吗 我不知道 这一次的视频不是来分析的 而是点评 反正不会有什么好话 大家把公平打在保护上 不过我还是要先讲一下 这个剧最致命的问题 第一个是第二集和反派一直在里talk 不是说不能talk 是talk的内容太没有意义了 为了水时长的talk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反感 CW闪电下的原因 我第五集气聚了 第二个是史蒂夫第一次穿白西装 秒变嘴炮死侍的时候 因为这种性格从蜘蛛侠死侍 开始就一直被不断的效仿 变成一种商业大片的必备元素 就是讲一些自以为很搞笑的屁话 做一些很浮夸的动作 实则一点都不搞笑 第三个就是远古千年埃及大神 为了吸引其他大神的注意力 乱操天象 强制开庭做审判 话都说不利索 被凡人反派一阵抱怼 怼到妈都不认识 而其他的大神但凡有点智商 也该去调查一下我们的孔宝 花那么大的力气折腾是为了啥 不 所有大神都是傻逼 我觉得就算这是一部漫威电视 也还是太失智了 以上三个总结一个字就是水 就是水太多了 首先每一集50分钟的时长 有用的信息少得可怜 去掉前景提要和ED 删减弱智搞笑嘴炮的台词 省略没有意义的动作戏 平均每一集可以缩减到20分钟左右 六集拼起来刚好是两个多小时的电影 而且效果肯定会更好 我甚至怀疑MCU还是在拍电影 然后强制分解成六集左右的电视剧 最后注水 比如第二集的两句 撒拉撒拉底的台词 是不是为了加尔加的 后面打架那一块 除了我一开始说的不大喜欢的死事镜头 就是后面终结怪的地方 好酷的动作如此重复 加上四个月亮当背景 这么唬人 我以为要整点大的 没想到最后就给我来了点尬的 然后我一开始为什么说不错 因为这部戏有两大优点是我非常欣赏的 第一个是奥斯卡伊萨克的颜值 身材和演技就摆在那个地方 你就是把它一直关在那个屋子里面 锁上门 靠上脚镣 脱掉衣服 让它一个人solo几个人格 相互撕扯也能拍得很好 或许这样就神剧了也说不定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剧相对其他MCU影视剧要独立得多 虽然是在同一个宇宙但是关联性其实没有那么大 不会动不动就cue一下爱你三千的钢铁侠 爱他就打响指的紫属金 或者重复一万四的互联集结混解 曾经我以为黑寡妇会是这样一个 不需要考虑MCU宇宙拼图的 专心做一部好的起源故事的电影 但实际上我错了 黑寡妇和鹰眼一样都是靠的榨干角色 最后一点商业价值来带出新角色的工具电影 而且从旺达到洛基到猎东到沃利夫再到鹰眼 说真的鹰眼我只看了两集就没有看了 我一直期待MCU能够拍鹰眼在响指之后 作为浪人活动那段时间 不管是心理还是动作戏一定吊炸 而可惜没有 所以鹰眼两集之后的剧集好看吗 麻烦弹幕告诉一下我谢谢 这里稍微允许我说一个题外话 讲实话我对MCU电视剧是没有什么信心的 说句你们可能想不到的是 我其实之前最喜欢的剧集是猎东 东斌的疗伤之旅 以及猎鹰脱离英雄身份回归一个老百姓的生活等 我都很感兴趣 只不过越往后越觉得无语 马子妹妹以及黑人种族 这三条线上来回横跳 中间在穿插一些折磨线沙朗线 瓦坎达线等开始 让整个剧失去焦点 原本指望最后一集能够有一个出乎意料的solo 可惜全被猎鹰最后那个SB演讲给破坏了 就他妈作 好了我们说回月光骑士 我听到第一集口碑很炸裂 所以我是完全放空的 期待有那么一丝的惊喜 毕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 漫威蝙蝠侠漫威 最黑暗威 最血腥暴力动作性 牛逼绝对惊悚 对标夜魔侠 漫威首部多重人格叙事 豆瓣8.9 哇靠原来是神剧 不仅如此 在影片正式上线之前 埃及一导演就公开dease 隔壁DC未上映的电影黑亚当 设定一点都不respect 埃及过了两天又怒怼 DC公主片神奇女侠1984里 对埃及的设定让她感到耻辱 既然话说这么满了 那我们还是看一下成果吧 如果成片不行 就罚你去咬打火机 虽然但是 我看到目前第五集 给我的感觉是 它始终还是一个MCU电视剧 看完被吹爆的第一集 我觉得其实还好 我不知道这个在厕所打怪 到底哪里血腥哪里暴力了 第三集第四集 也确实有捅人挖了内脏什么的 但这个其实距离血腥暴力 还差十万八千里吧 而且第五集打的人 都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沙子啊 对这是迪士尼嘛 我在要求什么呢 然后就是别人吹的惊悚 我不觉得这个片是啥惊悚类的 虽然它发生在夜晚的次数还挺多的 每一集都有 但目前并没有看到 真正吓人的地方 可能替司机打那个活僵尸 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但是你们没有看99年的木乃伊吗 如果你们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再回来看月光骑士 你会觉得后者其实几乎是被碾压的 然后就是创意的问题了 史蒂芬的人格 有点日慢屌丝的人设 原本是青头体内藏的一个王者的设定 其实很常见 在多重人格这点上看 绿膜表示这个我很熟 卢叶表示我他妈更熟 然后是反派 从他的动机 要在人犯罪前先制裁这一点上看 每对二九头蛇 表示这个我很熟 这种设定其实一抓一大把 比如叫早的01年的阿汤哥的少数派报道 用预知能力预判人的犯罪倾向 然后提前制裁 同样的还有动画片心理测量者 反正就创新上来说 非常一般 依旧是用有深度的演技 诠释没深度的含义 我们再看一下孔苏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抱歉你不可怕 你也不强大 你甚至不聪明 奥特曼都比你牛逼多了 你说其他的神背弃人类的时候 只有你不放弃 但我并不能从你的言行举止中 你说你的动机是复仇 你说你才是正义 那请问是帮别人复仇 还是为自己复仇 你伸张的正义到底是别人的正义 还是你的利益 因为就目前来看 孔苏阿米特或者哈罗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一秋之河 说不定孔苏阿米特就是一伙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复活他自己真正的力量 我开玩笑的 所以这部剧所要传达的价值观 到底是什么呢 我记得之前洛基有探讨过自由意志 但是这个关键词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越骑是要效仿一下这个烂节奏吗 然后要吐槽的是 我刚说第三集众神审判的地方真的很弱智 另一方面是我本来以为导演吹得这么厉害 我可以看到多个埃及神的形象 但其实没有 让我想起了我觉得很久的CW美剧邪恶力量 里面的神也全是以人的姿态出现的 比格可比越骑高多了 你想窥视一下神的音姿是不存在的 然后就是所谓的埃及元素 就目前来看 除了比较刻板的那几个地标 一些博物馆藏品或者经济场内部的一些木屑 一个手画的赫鲁斯之眼 还有几个包着的木乃伊之外 氛围感其实不错 但如果只是这一种程度 为什么会让你有自信去辱骂 其他你甚至都没有看过的影视作品呢 还是曾经的那部木乃伊或者二 如果你们想看一些埃及元素比较浓厚的 我感觉这部电影好像会比较牛逼一点 对比之后你会发现 月光骑士这部剧 更像是借了埃及神话的皮 在讲一个精神病的故事 至于其他的小毛病 像动作之类的就人者见人了 在我这里不算优秀 甚至有些地方还挺拉的 你本来站在人群的中央 怎么变身就瞬间跑到这么高的地方去的 真的是瞬移吗 我能够理解这样会比较帅 但帅也得合理一点啊 然后就是接下来战斗戏 其实还可以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紧张的情绪 快到高潮了 总是要给我泼冷水 在这种时候 把史蒂芬请出来 真的有比较好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 就是漫威真的很喜欢 每当我投入进去的时候 总是会被莫名其妙的拉出来 又开始假装搞笑 又开始玩尬的 水是真的妈的多 最后的最后还是要谈一下女主 前面说了 感觉编剧对她的处理挺一般的 无论是前几次 她总是可以刚刚好地出现在男主身边的NPC属性 又或者是后来明明有追兵 但还是被离间 强制要男主给个解释 结果导致男主被射杀 反派也是同理 第二集里面 被男主用如果小孩也会犯错的话 你要提前制裁他吗 的台词给怼集了 基本上从这里开始 反派就开始空洞 用牛逼的演员饰演一个傻逼实在太可惜了 除非最后一集能够在他的起源上重新做一个回溯 但是我还是很怀疑最后一集到底能不能讲这么多 我现在大胆乃一波结局 我不认为史蒂芬就这么死 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史蒂芬和马克融合变成了史蒂克 然后第三人格杰克 真生就是阿米特 真名杰米特 最后被史蒂克打败 史蒂克最后和女主过上幸福的生活完结 我开玩笑的 我还是那一句话 这部剧 人物刻画 打架 设定 全拉 剧本简单漏洞一堆 节奏松散 全靠伊萨克演技死成 如果第六集能够让我上面的吐槽都失去意义 那也不关我的事 哈哈